OK,好,講完了手機,我們再看下一個Prediction Five metrics more important than click 我想大家現在在這個關 很多都做Google的search,對不對 如果你在做search,CPC是一個很重要measurement 絕對沒有錯 但是你知道嗎 如果說我們在做這個display 我們只看CPC 那就太小看display了 因為你知道在我們的marketing 在這個funnel裡面 如果你是在upperfunnel 你是要做branding 你是要做brand awareness的 你要知道其實你就是要create這個bus 你就是要傳播你的brand message 所以你要看的其實不是只有click而已 所以我們大膽預測其實在未來的五年 大家廣告主agency 不會再只看CPC 不會只看click 至少有比click更重要的五項指標 是你要來做measurement for display ad 像是什麼 interaction rate user 在這個廣告上面 停留了時間多久 或者是video views 他看了多少次 看這個video 看了多久的時間 或是什麼我們已經推出的campaign inside 就是在這一個 在這一個display的campaign 結束之後 或者是進行的時候 這個search的query增加了多少 這個也是一個majorment 還有很多很多的 所以你要想像 現在social network其實非常非常的風行 對不對 所以你要知道未來其實很有可能 我們不只是可以去tracking 這個social network 或者是我們講的virus marketing 它的一個擴散的程度 還可以去監測到 你所有的common feedback 它的tone 是一個什麼樣 是positive 是negative 是什麼樣一個tone 都是有可能被監測的 OK 好這個是在講measurement 所以我們再看下一個 我們剛剛講到了什麼 social 所以我知道在座大家都知道現在非常popular 在internet上你不能不做的就是social marketing 或者是你要做這個virus marketing 所以social大家都知道很重要 但知道很重要的情況下大家怎麼做 其實就去manage一個social website 或兩個social website 在上面做一些經營或者是fans club 但是你知道嗎 在做social這個marketing 絕對不是只是去manage one or two website 你要把你的這個social 這樣的一個nature就放在廣告裡面 要可以就是執行在你整個廣告活動 都是social 而且我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在未來其實不再會有social marketing 這樣的terms 因為它已經變成一個nature了 OK 好 所以我們大膽預測75%的廣告 都會受social enabled 也就是這個廣告本身就可以做sharing 就可以做common 在這個廣告可以不斷的spread out 這一個本身的廣告 OK 好 所以在接下來我們要看什麼 rich media rich media in 50% of brand campaigns 其實rich media大家已經都是耳熟能詳了對不對 其實剛才那個Stella有demo一些rich media 為什麼大家喜歡rich media 因為透過這個research顯示 rich media它非常的能夠increase the brand awareness 可以increase這個buy就是購買的一個欲望 但是你知道嗎 在現在真的brand advertiser有在做rich media interaction rich media 你知道就有多少嗎 只有6% 只有6% 你也可以看看你去年我做的廣告campaign當中 有幾個percent我真的做了interaction rich media 還是我都只是做一般的flash 或者是甚至是就是一般的這個banner而已 所以你要知道現在的technology非常的smart OK 它smart到一個app unit 已經可以把整個網站放到這個app unit 但是我們是不是運用到這樣一個rich media的一個format OK 好 所以我想有一個那個我們的case 要讓大家看一下 欸 google我們自己在做一個campaign的時候 我們是怎麼樣做的 我不曉得大家前幾天上youtube有沒有看到這個campaign 我們在sunday有看到的舉手一下 有嗎 喔在做也好 OK 這個是我們在sydney有一個這個 symone orchestra的一個campaign 所以我們在整個campaign 其實我們在全球都有這樣的app promotion 我們希望更多的user來看我們的live streaming的轉播 所以你知道嗎 我們在每一個廣告 不只在youtube 不只在google的整個network 我們都有做我們的app promotion 在每一個廣告 我們都可以直接看到live streaming的這個symone orchestra 在每一個campaign裡面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廣告 這個廣告的這個video 直接就是已經是live streaming的一個video了 而且現在的technology非常的聰明 其實它有大概十秒鐘的一個時差 所以這個十秒鐘是它可以做什麼 萬一真的in any case 這個現場發生的任何ergency 其實PR就有這個時間 可以馬上pause這個campaign 讓它不會那樣就是spread out 像這樣的一個如果說有crisis的話 OK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只是這個廣告 在整個add campaign 你可以看到最上面 其實它就有很多你可以twitter 你可以去用chrome 你可以用facebook把它share出去 這個side 那另外來講 這裡就是可以看到live streaming 而這裡呢 你可以用你的mobile 或者是就是你直接在這裡做forment 直接在這裡做討論 就像是chat一樣聊天室 那下面呢就可以做comment 而且你還可以register 成為這一個brand channel的一個會員 OK 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combine了什麼 social combine了一個reach media 的一個app promotion 也是讓大家看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好 所以剛講了這麼多 最終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display廣告 會是一個怎麼樣的一個revenue 在現在來講 在去年大概是20 billion 所以我們剛講到的就是說 我們在看的是double treeble的一個成長 在2015 我們forecast至少是50 billion 這樣一個廣告量 在全球 在display的這個industry 所以我們如果要做到這個數字 其實我們一千大的advertiser yoy的成長在display 都是大概75%的成長 而我們相信這個是做得到的 好 所以看完了這個水晶球 其實我想就是說 五年之後 我們一樣有這樣的event 把大家找回來 我們可以再review 就是這七件事情 到底成真的多少 幫大家recap一下 第一個 video非常的重要 而且cost per view 這樣子的一個計費方式 將在未來實現 第二個是什麼呢 就是audience by 即將會大幅的成長 非常的重要 而且就是說realtime the bidding 跟realtime的creative 將主導就display市場 另外mobile mobile 如果你還沒有開始做mobile的話 今年一定要開始做 如果你還不會做mobile的advertising的話 今天我們有很多的session 很多專家都在 好 另外就是說呢 magic 我想不只是未來五年 從現在開始 你再看display advertising 就不要再只看cpc 要看用更多的majure 來majure這個display的廣告成效 另外就是什麼 social非常的重要 不要只有manage一個網站 兩個網站 把它擴大到你整個ad campaign 把它放到你的reachmedia裡面 ok 好 reachmedia 善用它 我們有很多reachmedia格式 在youtube 還有在我們的display network 再來就是說 我們想這個絕對是一個session user 也喜歡 我們的advertiser agency也喜歡 當然我們publisher也可以受到 也可以受益 這是一個display 雙贏的一個局面 三贏的一個局面 好 所以最後我要回到剛開始的一句話 the advertising is the most fun you can have with clothes on and smart and sexy so let's go to this play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 謝謝大家